从明年开始你想要泡汤的话 要多付一点钱了 因为温泉法呢 补导期在今年底就要见满了 从明年开始呢 温泉不再是免费的 业者呢每抽取一公顿的温泉水 必须要缴交9块钱 而且呢要追溯五年的温泉费 所以现在业者酝酿要涨价一倍来反制 要把这个征收的温泉费呢 就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 泡汤以后呢 恐怕不再是物美价廉的休闲享受了 台北市呢 除了央制中央规定的每公顿9块钱之外 业者呢必须要负担温泉共同管线的建构成本 每顿温泉费将会达30块钱